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会说话的狗拯救世界的电影《魔法老师》 男主老刘是一名中学老师和所有苦逼上班族一样 不仅长得不咋地,关键还很穷,就连邻居美女桃花都泡不到 每天上班还要遭受校长的冷嘲热讽 更为闹心的是,自己上课都没人理,学生都不拿它当回事 即使回到自己家里,还要负责给他的好友狗隔蝉屎 不过事情也不是没有改变的余地 这天就有这么一群无聊的外星人,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人类这个物种 并将他们的高科技魔法施加到人类身上 这件天上掉馅饼的事就落到了老刘头上 只要老刘把想做的事情说出来,愿望就会实现 起初得到超能力的老刘不敢相信 所以开玩笑说要炸掉教室,果不其然教室被炸 当他回到家眼睁睁地看着狗哥的狗屎自己跳海草舞时 他终于明白自己走了狗屎运 意识到教室可能真的是被自己毁灭的时候 老刘回首希望死去的人都活过来 不过这句话有瑕疵,范围太广 导致世界差点变成僵尸末日 在慌乱之下再次挥手,回到了教室爆炸之前 紧接着老刘利用超能力把自己的学生变成学霸 自己则悠闲地喝着咖啡看着报纸 顺便改变了下校长对自己的态度 点头哈腰,嘘寒问暖 令周围的老师投来羡慕的目光 得到超能力的老刘满足了自己的私心 比如当一把美国总统爽一下 身体的某些部分变得更健康 再比如体验一下女人的感觉 应该是完成了老刘从小的梦想 就连自己的好友狗哥都被他改成会说话的理性动物 还把自己变成一位功勋卓绝的英雄 但此时的桃花遇到老刘的表白却直接拒绝了 感情受挫的老刘和狗哥谈心 应该如何正确地利用超能力 商量过后 老刘决定解决地球饥饿 战争和变冷问题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反而帮了倒忙 食物不再短缺 人类全部都变成了胖子 地球也不再变暖 反而进入冰河世纪 世界各国也因为老刘那一句 希望世界不再有任何理由打仗 而变得全球没有任何理由开展 这使得老刘痛苦不已 此时好有狗哥要求主动分担老刘的痛苦 建议他把超能力送给狗哥 然后狗哥就是这么随意一挥 愿望就是毁灭魔力的源泉 于是毁灭地球的光束被反弹 在电影的结尾 桃花接受了没有超能力的老刘 答应和他共进晚餐 电影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到这里小编有问题想问 如果你具备男主的超能力 你最想做什么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对该部电影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欢迎自行搜索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加关注哟